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FreeCAD的實體位置 首先開啟FreeCAD 創建一個新的空白檔案 新增可編輯物體 創建一個草圖 SY平面 矩形 對稱 對稱 距離 30 距離 20 離開草圖 長 6 30 OK 建立星期準備 OK 草圖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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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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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3 4 4 4 3 3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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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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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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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按鍵 5 距離 20 結束草圖 養料 2 切換可見這個星期景面 缺掉 點選這個裡面 建立一個星期景面 OK 草圖 切換可見性 參考 會員 相等 半徑2.5 結束草圖 凹陷 通過全部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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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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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來繪製草圖 然後接著基準點跟基準軸線 來作為旋轉 除掉 挖槽的參考 那今天就簡單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